已经75岁的刘文金,每天大量的时间仍然用于创作。 刘文金告诉我们,只有晚上才觉得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可以不被任何人打扰,因此也能安心创作。 很多人认为刘文金是幸运的, 因为他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凭借作品《预备叙事曲》和《三门侠唱响曲》而被音乐界所关注。 当时有一个非常权威的阅历长,杨寅柳先生, 是阅历研究所的所长,先吕论家,杨寅柳先生非常赞赏。 哎哟,这是太好了。 这是预备叙事曲,《三门侠唱响曲》确实开创了二胡的新天地吧, 就是这么讲的。 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 正在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作曲专业三年级读书的刘文金, 开始尝试民族契乐的创作。 创作题材浩如烟海,究竟如何取舍? 也许是因为刘文金阻击河南的缘故, 那里的生活,那里的民间音乐, 激发了他最初的创作灵感。 这是第一部作品,应该算是处女作。 这应该很认真的吧,很认真的。 我把我童年时期的印象的记忆完全用到这个预备叙事曲里边。 童年的记忆是什么? 无非是预句、高调、老子腔、落腔,像这种曲牌啊,记忆很深的。 写预本续诗曲,续什么事呢? 续过去的事和现在的事,续诗。 也有今夕对比吧。 想想解放前夕,那个我都经历过。 解放前夕的农民的农村的这个苦难,我都知道。 体材方面,刘文斤决定写一部二胡独奏曲。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如何安排伴奏乐器上, 刘文斤的老师刘玉和给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 刘文斤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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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个开创 这个刘玉和老师说 运动钢琴是谁 刘玉和是我国著名的 民族器乐作曲家 演奏家刘天华的女儿 当时正担任刘文金的钢琴老师 她的提议让刘文金很兴奋 同时刘文金也暗暗担心 但是二呼用钢琴伴奏就 怕这个把二呼吃掉 你知道钢琴这个乐器很厉害的 怕压住二呼的 那看主要是创造方案的 都是一般您看到的 都是用阳琴啊 古增啊 这种这种乐器伴奏 钢琴的演奏技巧 丰富华丽 富有气势 而二呼则擅长表现 婉转细腻的音乐形象 如何才能不让二呼的表现力 被钢琴遮盖呢 因为那不可能钢琴和二呼 去同 奏同样一个东西 起码是要分开 我是伴奏 或者我这一段呢 我是要突出我钢琴 是要过渡 是过渡一下可以 但是二呼是主作乐器 主作乐器 不能淹没了 不能干扰了 二呼的严重 明月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